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根本不用到公司上班 每天在家 坐在电脑前面拼命打字 就可以赚钱啦 小叔说的一点也没错 生活在现代的确很方便 不过再仔细想想 其实也觉得蛮可怕的 可怕 怎么说呢 让我慢慢告诉你吧 科技在现今这个社会 可说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网际网路的应用 因为前所未有的便利性 使得它的重要性更是无可取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银行电脑连线的作业 如果停电或是当机一下都不行 它影响的不只是一般人的存款 提款 还有公司企业之间的金钱调度往来哦 郡红大哥说得很对耶 那就会天下大乱了嘛 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便利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哪一天没有了电脑跟网路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是啊 炸财集团也常常利用这样的方便 恨行其道哦 哦 我懂郡红大哥说的可怕的意思了 像我们可以在网路上跟同学连线聊天 同样的我们也会和许多陌生人 在网路上变成朋友或者从事交易 但是在虚拟的空间中 对方到底是谁 我们根本无法知道 仔细想一想啊 只要一个不小心 真的很可怕耶 事实上 科技的影响 不仅仅只有在网际网路中的虚拟空间 甚至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哦 想想看 如果掌握科技的是一个有野心的集团 或是国家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据宏大哥的意思是战争吗 小叔真是太聪明了 就是最可怕的战争 最早以前的侵略行为 大多是依赖人数的多寡 来决定胜负 双方人马排排站 你砍我一刀 我给你一枪的 这种早期冲锋陷阵的肉搏战 哪一方的人多 谁的胜算就大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发明了许多战争的武器 随着船舰体 比基大装载的炮火多 持久性强 谁就占优势 不一定要人多哦 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 所发明的许多先进武器 有时候还会成为侵略的力气呢 这些武器带来的伤害都非常大 像是飞机投掷炸弹 大炮轰炸城市等等 往往都会给人类 带来大量的伤亡 或毁灭的浩劫 有些国家甚至会借此侵略其他小的国家呢 哇 好可怕哦 俊宏大哥 你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将科技应用在不好的事情上时 科技反而会变得很可怕咯 没错 所以当全世界都在赞扬科技的美好 为人们带来各项便利与极大的福祉 千万别忘了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的道理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小心思考的哦 做事十年史 då代表 exact 这些是 这是 按 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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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